西海岸集选区行动党候选人易华人说 九天竞选期已经尽力走访选区 虽然做不到百分百 但也尽量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 与选民交流 记者李正宜报道 易华人表示 不论是毕业生、中途转业者还是年轻家庭 选民关心的课题主要围绕就业和经济情况 也是通讯及新闻部长的易华人认为 本届大选最大的不同 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群 积极展开线上和线下交流 总结这九天的竞选活动 易华人表示 不论竞选对手是谁 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来接触选民 行动党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善用这段期间 聆听选民的担忧 了解现有政策 是否能够解决他们的困难 以及改善的空间 新闻媒新闻记者李正宜报道